高雄城中城大火 一名坐輪椅的家屬林小姐 連兩天在現場和殯儀館來回奔波 但都找不到獨居的老母親 事後第三天 終於傳來好消息 原來是媽媽送醫後昏迷 被其他家屬認錯成親人 現在已經清醒平安了 坐著輪椅的高雄城中城大火家屬 已看到前總統馬英九 趕緊向前陳情 林小姐的媽媽高零八十一歲 是城中城七樓的獨居長者 女兒家住彰化 事發前兩天都南下找人 來回奔波現場 醫院和殯儀館 都沒有媽媽的下落 終於在第三天接獲好消息 原來媽媽當下被送往大同醫院 急救時昏迷 被其他的家屬認錯了 他認那個都認不到 那對 醫院他說沒有名單 找那麼多天找到真的是心都很累 但是不知道怎麼講 現在知道了 媽媽平安了 真的是很高興 那黃女士是屬於意識忽明的狀況 那臉部也稍微有腫脹以及插管 臉上有貼的膠帶 所以對方也是在心急的狀況之下 也許是這樣所誤認的 院方說認錯人的家屬是一對住在城中城被救出的父子 至於他們的親屬人在哪裡 醫院也不清楚 46位罹難者中44人已確認身份 另外兩位女子身份未明 已有家屬前去採集DNA 私底逃生的傷者 還有這對住9樓的母女 媽媽是居家清潔工 疫情前工作不穩定 想說城中城房租便宜 先暫時住進去 但她當時也有預感 早晚會出事 八歲女兒剛轉學到閻城區的國小 同學在小卡片紛紛寫上早日康復 出院後要再重新勇敢面對新的日子 記者孟昭全 黃建國俊寧 高雄報導